大家好,我是Stanley 台灣目前僅存的大聯盟球員張育成 本季從守護者、海盜載到光芒 近期終於站穩腳步 在光芒獲得比較多的出賽機會 而昨天對紅襪被排在先發第八棒 張育成首打席就從Rich Hill手中揮出安打 這次安打也是他大聯盟生涯的第100安 為台灣棒球寫下新的里程碑 畢竟這100隻安打 是張育成在大聯盟拼戰四年辛苦累積起來的 如今才成為台灣第一人 那本集影片讓我們來清點所有在大聯盟 揮出過安打的台灣女美球員 算上張育成合計也才9個人 首先就從並列第八名的陳金鋒開始說起吧 早在2002年季末24歲的陳金鋒 就已經被叫上大聯盟 當時獲得兩場代打一場先發的機會 合計6個打席都沒有能夠敲出安打 接下來2003、2004 陳金鋒一樣有機會 可惜他全部都miss掉 前三年是14隻0吞6K 只靠三次保送上到雷包過 直到2005年陳金鋒在7月初回到大聯盟 代打投手Jeff Weaver的第9棒 當時轉播員還有特別提到 他是來自台灣的選手 在滿臉的情況下面對左投手BBC 陳金鋒纏鬥許久 最終在滿球數後揮出中間方向的傳染打 個人手安跟手打點同時開張 幫助到其後來居上 在延長賽的逆轉洛基 而陳金鋒當然也是這場比賽贏球的大功成之一 隔天陳金鋒獲得下第四場的先發機會 以第八棒左愛手的身分打完整場 也揮出大聯盟第二安 但這就是最後了 這場比賽之後陳金鋒沒有在先發過 過沒多久就遭到了稻奇跌飛 球季結束之後告別領遠的生涯 在大聯盟留下22-2 打擊率0.09億的成績單 跟陳金鋒並列的 則是昨天影片也有出現過 極速159的台灣之光王健民 他的手腕很特別 不是在我們熟悉的陽際隊時期 而是去到國民才打出來的 如果你是追過全勝時期王健民的球迷 一定都對他當打者很有因應 並經他08年就是因為跑壘時弄傷了腳踝 導致球季提前報銷 也對他的接生涯造成嚴重的影響 而在陽際大聯盟時期雖然每年不用打擊 但遇上跨聯盟的賽事到國聯主場 王健民還是得拿棒子上場 前五年一共有過15個打擊 沒有任何靠安打或寶送上來的紀錄 還吞下了843陣 轉到國聯的國民隊之後 王健民當然獲得更多打擊機會 而他終於在32-0之後 從勇士投手Brandon Beach手中 揮出聖拿手安 同時也帶有手打點 他賽會也表示自己只是想著要碰到球 沒有想到很幸運敲出安打了 除了短程的一籃打 更連王健民還從釀卓人投手Garado手中 回出中左外野方向的二类安打 還獲得主場的國民球迷起立鼓掌致敬 而他的大聯盟生涯最終也只有這兩隻安打 後來在皇家時期雖然有打擊機會 但並沒有喬安 留下39-2打擊率0.051的成績 再來名次往前 又有兩位旅美選手一樣 共同以三隻安打並列第六 我們先來看投手曹錦輝 不同於王健民 曹錦輝的打擊能力在投手之中是相當亮眼的 高中在高院就是對上王牌兼4棒 還曾在金融席冠軍戰開紅 到美國之後加盟洛基 但在國聯自然也獲得了不少打擊機會 2003年7月中 首度被叫上大聯盟的曹錦輝 那年獲得了8場先發機會 而在8月18日這場比賽 曹錦輝面對大都會敲出一隻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而且還是飛躍中外野手頭頂的二类安打 這次安打不但打破了對方的完全比賽 更是台灣人在大聯盟第一安 真的是一隻名流輕始的關鍵安打 下一場先發對勇士 曹錦輝再度有安打的演出 但後來他的角色定位趕往後援 幾乎就沒有再拿到打擊機會 所以洛基時期合計只有兩安 直到2015年 一三十四歲的年紀重回大聯盟 他把握住僅有一次的打席 揮出睽違十二年的安打 而且跟首安幾乎同樣的位置 都是飛躍中外野的長打 只能說命運真的很奇妙 最終剩下寫下14-3 打擊率0.214的成績 甚至比打者陳金鋒還要來得出色 跟曹錦輝同樣累計三隻安打的 目前還是現役選手 只是富邦漢將的吊俠應者選 2012年首度從紅蛙3A被叫上大聯盟的林哲宣 前面兩次出賽都是以帶跑的身份上陣 直到5月21號對金鋒才迎來出先發 擔任第九棒的首右外野 前三次打擊都共骨了他 八局上第四次上場 終於從左投手Pattern手中回出安打 後續也靠著隊友PedroR的安打 回到本雷得分 雖然出先發就有安打 但紅蛙並沒有持續給林哲宣先發機會 過沒多久就將他下放3A 後續升升降降來回了四次之多 終於在10月1號對楊基時 再度獲得先發並揮出兩次安打 而且都是打陽際王牌CC-SABASSIA 剩下三次安打通通都打左頭 真的對左手比較有一套 只可惜2012年球季結束 林哲宣就遭到了紅蛙疊飛 而他雖然被太空人吸收 但沒有再獲得身上大聯盟的機會 最終剩下留下12-3打擊率2成50的成績 接著要進入前五名 首先來揭曉第五名是投手郭鴻志 雖然在大聯盟剩下七個賽季 而都是處在國聯的到期 但郭鴻志拿到的打擊機會其實不算多 畢竟他多半是以後援身分出賽 輪到他打擊時大多會換代打 而他的手安是發生在2006年9月24號 當時他被教練團轉練先發 對響尾蛇演出七局無則師 還從蛇隊先發Hernandez手中 揮出反方向的長打 在隊友的護送下跑回了追評分 更扯的是不只長打 郭鴻志連拳力打都有 是在07年6月12號面的大度會 他又是七局的優質先發 而且二局下接在隊友後面 7-8-9連線back-to-back-to-back 更扯的是三球三隻喔 連當時轉播的前功都大喊 怎麼可能 這次全聯打也是台灣人在大聯盟的手轟 我最有印象的就是這個甩棒 真的是有過帥的 最終在稻齊七年 郭鴻志留下27-5附帶一轟 打擊率一成八五的成績 但他累計的五隻安打 還不是台灣投手最多的喔 接下來登場的第四名 才是旅美投手安打王 甚至在大聯盟有超過100個打席 就是台灣英雄陳薇英 2012年從日職進軍大聯盟 在菁英獲得固定先發機會的陳薇英 跟王健民一樣 剩下前期都待在每年球隊 沒有拿到太多打擊機會 直到轉戰馬鈴雲之後 陳薇英來到了國聯 在2016年獲得49個打席 結果他一隻安打都擠不出來 甚至連寶宋都沒有 經歷連五十一打出五安打之後 陳薇英終於在2017年4月7號 從大都會先發投手Viller手中回出手安 雖然是一隻鳥安啦 但價值連城 場面隊友都比他還要興奮 後來他也把手安球留下 並PO到社群媒體分享 說要感謝高中同學高國輝的指導 讓他終於打出手安打了 有了手安之後陳薇英隔年更上一層樓 單季出現六隻安打 還帶有兩分打點 甚至還打過三洋牆頭的薛澤爾安打 最終大聯盟剩下留下103-7 打擊率0.068的成績 再來看到第三名 我們終於要從各位數安打 跳到雙位數的等級了 這個人在大聯盟 曾留下單季65場出賽紀錄 直到去年才被張玉成超越 他就是目前轉到同一式的胡金龍 2007年從2A一路跳升至大聯盟 在9月11號對教室 也是剩下第二次的打擊機會 就揮出了手安 從一季郭宏志之後 第二位在大聯盟開轟的台灣球員 當然也就是台灣野手第一人 在稻琪幾乎跟季後賽無緣之後 胡金龍獲得了更多上場機會 也在相隔半個月之後 第二度與大聯盟賽場上開轟 隔年順利從MLB開季 同時在開幕戰 就以替補二壘手的身份亮相 還揮出安打 一度是稻琪隊的常駐內野替補 可惜因為演技的關係 讓他後期越打越吃力 也逐漸離開了稻琪隊的戰利難途中 被交易到大都會之後 胡金龍也有持續在大聯盟出賽 但合計20個打數只敲出一隻安打 打擊率不到一成 當然也沒有獲得重用 就中戰MLB留下193-34 附帶兩轟打擊率1.76的成績 接著揭曉第二名 安打都胡金龍9隻 目前還在美國打拚 但已經離開了小聯盟體系 轉往獨立聯盟發展的林姿衛 當年獲得紅瓦破200萬美元千元金的林姿衛 2017年季中從2A被直升上大聯盟 在6月26號對雙城擔任閒法第九棒守三類 首打席就從Barreos手中揮出安打 速率是台灣選手第一塊 也掀起了海嘯旋風 7月3度演出單場萌打賞 在大聯盟待了近一個月才回到3A 獲得越來越多機會的林姿衛 接下來幾年都陸續有被升上來 可惜定位始終是替補的內野工具人 前兩年還可以打出接近聯盟平均火力的水準 後兩年打擊不正的問題被放大 2020年季末就已經遭到紅話釋出 去年轉戰雙城之後雖然有過一場大聯盟出賽 但並沒有獲得打擊機會 最終他跟胡志勇一樣剩下都累計193個打數 但林姿衛揮出43隻安打 打擊率2x23是更勝一籌的 壓軸登場的就是本集影片開頭就提過的主角 剛在大聯盟達成百安理城盃的張玉成 雖然簽約金只有林姿衛的四分之一 但張玉成卻靠著出色的倡打能力 在MLB佔有一席之地 2019年季中首度被印第安人拉上大聯盟之後 在8月25號對皇家的比賽中先發 第二打席先揮出剩下首安 第三打席就把一顆紅中素球打成一隻射強的三連安打 雖然中間受到一年的疫情影響 但張玉成去年在季前熱身賽的瘋狂表現 讓他在大聯盟獲得相當多的機會 單季揮出54隻安打 其中包括9發紅不讓 也奠定自己最強旅美野手的地位 今年被現金交易到海盜之後 張玉成的大聯盟生涯一度出現危機 好在近期光芒吸收了他 也給予張玉成更多機會 目前是他累計469-101 附帶14轟打擊率2x15的成績 也持續把自己的安打之術往上增加中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 希望他能夠在大聯盟長長久久的待下去吧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對今天講到的9位旅美選手 哪一個人的安打印象最深呢? 歡迎在地下留言告訴我吧 如果是安妮也歡迎訂閱我的副頻道 是單位採訪生活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